慈母上一秒还哄抱着宝贝儿子 下一秒却举起石头步步紧逼 小男孩拼命逃往河边 女人却大步追上来 死死掐住男孩的脖子疯狂地咆哮着 然而这些恶事还不是最过分的 之后更是活活气死父亲 母亲也被她毒哑求尽 这个狠毒的女人本和安安是一对完生姐妹 嫌疲爱妇的姐姐阿柔却在成婚当天 强迫妹妹和她换了只妇为婚的夫君 之后更是诅咒妹妹不得好死 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处心几率嫁入豪门 父少爷却十分好赌 很快就将李家的全部家产败光 而她也被一纸修书赶出李家 而妹妹安安却和穷丈夫通过勤劳肯干 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这让阿柔十分眼红妹妹 联合赌场的阿彪敲诈父亲 可没想到父亲却无意间听到了屋内俩人的谈话 导致本就有心脏病的父亲直接气死过去 而她也落得被赌场追杀的下场 走投无路下 她假惺惺地去投靠妹妹安安 心善的妹妹毫不犹豫地将姐姐带回家照顾 可没想到就在当晚安安救病复发 阿柔却直接将妹妹的救命药倒掉 眼睁睁看着妹妹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随即抓起枕头将安安活活闷死 还趁着雨夜挖坑来时 见妹妹没死透 拿起锄头一下一下狠狠地朝妹妹杂取 为了彻底替代妹妹的身份 她果断拽下妹妹的假手指戴在自己手上 可正当阿柔以为自己骗过了所有人时 母子怜心的小灰却发现眼前之人并非自己母亲 吵闹着要见自己妈妈 这让阿柔很是惶恐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她将侄子小灰哄骗到河边找妈妈 趁其不备将小灰狠心掐死 随后又伪造成溺水而亡的假象 接着又故意砸伤自己的额头 抱着小灰大声哭了起来 一切准备好后就等待着阿文路过此地 阿文面对儿子调皮溺水而亡 看着原本就悲痛欲绝的妻子 又能说什么重话呢 不停劝说妻子不要过度悲伤 做完这一切后阿柔却不打算罢休 请来当时做法 将妹妹和侄子的魂魄招揽 想让二人魂飞扩散 好在菩萨及时出现 阻止了这一切 并劝说阿柔改过自新 阿柔假意悔过 并发下重视 若自己不知悔改 她愿意全身溃烂做狗爬 不得好死万人骑 现在的阿柔丝毫不知 自以为随口说说的誓言 竟会在日后一一应验 这晚安安托梦给母亲告知真相 表明自己的尸体埋在后院树下 家中的那个是姐姐并非自己 为了验证梦的真假 母亲趁阿柔不被摘下她的食指 竟看到阿柔的手指健全 断定眼前这人并不是自己的二女儿 因为二女儿安安从小就少一根手指 眼见事情曝光 阿柔竟恶毒地将母亲毒养 囚禁在柴房里 好在在外出差的阿文归来听到柴房有声响 便打开大门救下了母亲 这才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阿柔这边得知自己已经东窗事发 立刻回屋收拾钱财跑路 可没想到在逃跑过程中 竟遇到了好赌成性的前夫 前夫看她拿着一包金银盾时就起了贼心 一棒子将阿柔打晕 不仅拿走全部钱财 甚至将阿柔卖到了妓院 没过多久阿柔就在天香楼染上了风尘病 流落街头的她为了吃一顿饱饭 便答应了乞丐的无礼要求 谁料第二天醒来就被乞丐打断双腿 让阿柔出去乞讨养活她 曾经作恶多端的千金小姐 如今沦落到沿街乞讨 最终死在了一个大雨中 没有出现保护她 与此同时 菩萨慈悲现身 将作恶的阿柔打入地狱勇士不得翻身 并施法将安安还养 与母亲和丈夫团聚 菩萨甚至允诺只要在评论区打出愿望的观众 便可心想事成